洪永成、余德寧、孔德賢和候選港姐郭柏妍、廖惠宜等出席港姐宣傳節目 郭柏妍晚點會為明天的節目錄影,她表示有點緊張 我覺得有點慢熱,但希望跟嘉賓說得多點話,就沒那麼慢熱 對於有觀眾表示,此前的節目無聊 她就指大家的表現會越來越好 Tony和聶惠宜合作,她指這次比上次約會感更重 比上次輕鬆點,聶惠宜都讚賞 Tony這次比上次表現好 比我上一次有增強約會感 上一次就像Zoom一樣,用電腦面對三位佳麗 這次面對面可以一起吃飯 我覺得整個氣氛都很好,Jisica也很健談 有很多風趣的故事可以討論 所以整個過程很愉快 很愉快 對,今次感覺到洪永成哥哥沒有延遲 有些進步,我們聊得很開心 這樣就了解多了她 兩人還即場表演咬手瓜 最終由Tony勝出 廖惠宜不憤氣地表示,下次要再次比賽 更要求Tony以左手迎戰 決賽將近,廖惠宜只希望自己可以變瘦 但男生才喜歡的嘛 Fu rd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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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